蓝位名称 可是多半呢 你不可能说你的网站上面讯息 你不可以给使用者说 这个用英文来显示 有些使用者是不能接受的 他会希望说你秀出来 你要用中文的显示方式给我看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逐步来跟各位做解说 另外最后呢 以往呢 你功能是写完之后 他资料秀在上面已经很辛苦了 他还要做什么呢 做一些格式化 你至少你不要说太阳春 你秀枝要秀上去 一个这个黑白的这样感觉 太low了 所以呢 你要做什么 做一些格式化 可以像Excel一样 Excel里面不是有快速格式化 一下就格式化很漂亮的表格 那这部分当然在 Dunnet里面也有 他也很快可以帮你做一个格式化 你马上就可以有个 看起来还不错 可以交差的一个 这个外观出现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动作也不算太困难 你只要 这个不要做错 基本上都是OK的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找到资料里面的什么呢 Greeview 我们先用Greeview来看 另外顺便讲一下 其实后续呢 这些元件都是我们可 我们会用到的 那你只要看到后面有view的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类似怎么去显示出来的 那顶多是 还有一个是repeater 这个也是可以把它秀出 他的list view 那每一种view呢 他都可以针对不一样类型的资料去做显示 那你们可以针对不一样的状态要看要怎么显示出来 OK那第一个我们用Greeview来做 把这个Greeview拖拉过来之后 他会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设定资料来源 通常都从这边来来做 那因为我们上方有个叫 SQL data source 所以我选取他 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个动作 他要我们做什么 如果我要秀的话呢 其实自动格式化再点一下 然后格式化的方式你会发现呢 他有提供这么多种 所以你就随便自己看哪一个方式你比较喜欢的 用缤分好的按个人确定 OK你会发现就秀好了